22号那一天 你说的这些内容 要不要跟狼指导之间 你要问问它 你们两个沟通一下 是需要沟通的 因为这些我所在代表公告 讲的这些话 都是我们确实实发生过的 所以的话 我们经过简单一些梳理吧 能够把这个说得更加流畅 然后确实实也做了一些准备 然后对着镜子啊 自己演练几遍 也希望能够自己表达的 更就是更出彩吧 你在上场之前 有多少时间 让你做上场准备 我自己把搞写下来的时候 应该是两天前 然后我们在 因为我是排行第六个发言的 所以在前面的时候 也是在自己心里 就是默念了一下 然后也是过了一下吧 我觉得准备的还算是充分的 准备充分归充分 但是等待 说是轮到你上场了 这个等待的时候 心里紧张不紧张 是的 等待的时候是紧张的 因为看到前面的代表 在发言的时候 自己心里还是确实 碰碰乱跳的 但是真正等到自己上场的时候 我觉得是跟打比赛一样的 当你站到场上的时候 那就已经不紧张了 女排精神呢 它不是在生意时候才有 而是一直都存在的 有时候我们明知道 得不到冠军 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不在乎胜负 这种信念一直都在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 去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面对这么多的记者 在这么一个庄重的环境下 去发言呢 确实是第一次 因为人生中有很多的第一次 我觉得在这一次 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我在代表通道 能够代表我们中国女排 去讲述我们中国女排的故事 这个第一次是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的 朗岛是我的恩师 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朗岛 我可能大家也可能 不会看到现在的主题 所以如果有困难 或者有什么开心的事 很多很多事吧 我觉得都会给朗岛去说 去商量去分享 你会跟你妈妈说 还是会跟朗岛说 我会跟朗岛说的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觉得 每天的生活都给朗岛在一起 很多的事情吧 我觉得给朗岛说完之后 能够得到更直观的感受吧 恩师是第一层 还有其他关系吗 因为朗岛的孩子 跟我们浪浪 跟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其实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陪父母的时间都很少 一直都在训练 所以间接地也表达了 就是说我们和朗岛 带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种感觉很像父母 有朋友的关系吗 有啊 比如我们买一个 什么东西 我们会分享 什么朗岛 有时候会什么网购之类的 也会让我们去帮忙 然后也很好玩 你在心里面是怕他 还是说爱他 还是说依靠他 我觉得更多的是尊敬 我觉得这个尊敬的层面 会有爱的在里面 爱的成分在里面 我并不怕朗岛 因为我觉得朗岛 他是很严格的在球场上 但是我觉得因为严格 他是对我们的一些要求 也是对我们的负责 也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运动员 刚才你说到自己应当说 也不是老队员 也不是新队员 你是一个中生代的运动员 那么在你心里 如果我们用后浪和前浪 这样的定义的话 你更觉得把自己看成是前浪 还是后浪 我希望我一直都是奔跑的前浪 奔跑的前浪 怎么讲 因为首先作为进体育吧 这些你要保持你自己的优势 如果你要停止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被超越 我觉得在自己一些能力上 允许的前提下 我会稳稳的进去那种跑 然后一直的在前进吧 既不是前浪又不是后浪 你给自己的定义叫做奔跑的前浪 我永远在运动中 我不仅我不会让后浪超越 但是我要引领后浪去怎么往前走 对 因为女排的精神也是做好传帮带 也希望我们女排的精神 然后一代再传承到 我们接下来就在后面后面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传承 那么借这个道理 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好 你在这开会 那还保持训练吗 你自己 比如说每天会跑跑步 是的 然后我们的体能是给了 我们三到四次的这种体能训练 因为就是疫情嘛 所以就没法出去 我们就拿了一些小的迷你带啊 披肩啊 然后就在房间里 然后点点做一点肌肉的这些训练 然后可能心脏这种 肺活量的训练可能就比较少了 你不训练也没人知道 偷朗的话一天可能别人不知道 长的话可能所有人都知道了 哈哈哈 哈哈哈